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德国哲学家舒本华说过 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 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其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人也是如此 只要外界有一点风吹草动 内心便开始草木皆兵 殊不知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只是在折磨自己 曾经看过吴志宏的一篇漫画 漫画里的女主角阿花 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女生 她做工作汇报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上司皱了一下眉 就开始揣揣不安的猜测 是不是因为自己讲得太差了 回忆结束后 阿花依旧为这件事苦恼 直到上次走过来 对她说了一句 这周业绩很不错 继续加油 她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当她从洗手间里出来 看到同事都在喝奶茶 阿花觉得他们买奶茶 也不叫上自己 瞬间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 于是又开始暗自难受 果然大家都不喜欢我 没想到下班后 同事约了她 一起去吃她最喜欢的火锅 接到张姐的电话 阿花想起张姐 让她帮忙翻译的资料 她还没有完成 于是很紧张地 和张姐道歉 可是张姐却告诉她 没事不用了 这下阿花的愧疚感更深了 挂了电话之后 一直在想 张姐是不是对她失望了 反复思量许久 她给张姐发了一条微信 解释和道歉 张姐告诉她 没事 她最近招了个实习生 把翻译工作 交给了实习生了 不得不说 现实生活中 敏感的人就是如此 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都能让他们 惶恐不安 如临大地 只要身边的人 稍微有点反常 他们就会开始反省 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殊不知 过度自省 是一种内耗 只会让我们活得很累 有人说 喜欢胡思乱想的人 每天的心情 就跟过山车一样 的确如此 可是这样的大起大落 难免会消耗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凡是容易想太多的人 注定会活得很辛苦 二 过度敏感 是一场社交灾难 在贴吧上 曾看过一个问题 身边有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是一个什么感觉 下面 有一个评论写道 在对方面前说话 做事都会变得小心翼翼 时时刻刻 都得在意对方的情绪变化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自今哪一句话会伤到他 其实 在人际交往中 太过敏感的人 不仅会让别人心累 也容易令自己难堪 以前的我 也是一个心思敏感的人 也因此 差点失去了一个朋友 实习工作的时候 我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 需要向一位朋友请教 可是 他和我微信聊天的时候 总是聊着聊着 突然就不回我了 一次两次 我还能忍受 后来次数多了 我终于按耐不住 自己的愤怒 直接把他给删了 因为我能从 他的态度中 感觉到 他对我很不尊重 甚至压根就不把我 当一回事 我越想越生气 甚至做好了 跟他绝交的准备 第二天 朋友发现自己被我删除了 又重新把我给加了回来 他很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 自己经常这样 一边跟别人聊天 一边看剧 看着看着 就忘记回复了 因为这个坏习惯 他也被其他朋友 批评过好几次了 这时我才明白 他并没有故意针对我 一切只是我想多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很微妙 也很脆弱 相处的过程中 难免会产生 大大小小的摩擦 有时候 我们会将 一些令自己不舒服的行为 归结为对方看不起我们 故意针对我们 可是过度敏感 是内心不自信的投射 也是一场社交灾难 生活中 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细致入微地 体谅我们的情绪 与人交往 唯有把心放宽 才能做到相处不累 三 凡事别多想 是放过自己 综艺节目 《我家那闺女》中 无心邀请好朋友沈玲 来家里做客 两人边吃饭边聊天 聊着聊着 无心突然泪流满面 他说 我有一件很交心的事情 但是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原来 有一年芒果台的跨年晚会 十个主持人都准备了节目 因为超时 无心的节目被导演组拿掉了 那个时候 他一下场就崩溃痛哭 哭完了 上庄继续主持 可是这件事 变成了他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 十个多年 谈起这件事 他忍不住哽咽道 有十个主持人 为什么别人的都不拿 只拿掉你的呢 因为你就是最差的那个 他说 这种打击是致命的 无心的这番话 令许多人的心疼 可是事情的真相 却并非如此 那场让无心崩溃的跨年晚会 其实也砍掉了李维霞 和其他一些主持人的节目 只不过 无心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以至于对这个挫折耿耿于怀 听过一段话说 世间不如意 是常有之事 能对你百依百顺的人 能让你如愿以偿的事都很少 你若非要计较 没有一个人一件事 能让你满意 人活一世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心宽一寸 路宽一丈 人生在世 最怕的不是别人对我们的否定 而是自己跟自己的较劲 很多事情并非往深了计较 不过是在折磨自己 凡是别多想 也别深究 保持云淡风轻 也是对自己的放过 四 人生路漫漫 心宽 万事休 一生之中 每个人都会遭遇许多不顺心的事情 可是大多数时候 伤害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 而是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 过度自省的人 总是放大自己的不足 因此很容易身心疲惫 过度敏感的人 总是放大别人的言行 因此常常活得不快乐 喜欢想太多的人 到最后只是为难了自己 在人世间行走 我们都需要保留一点顿感力 唯有如此 才能化解这一路上 不可避免的小挫折 有一句话说 人生路漫漫 心宽 万事休 往后余生 愿我们 作为一个心宽一点的人 与世不计较 幸福 才会来敲门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